在之前的章节 我们曾经有提过物质分成纯物质和混合物两种 纯物质是由单一物质所组成 而混合物是由两种以上的纯物质组成 生活中大部分的物质都是混合物 所以要了解这些混合物 就必须先将它们分开 但是要如何让混在一起的物质分离呢 以下就来一一介绍分离混合物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介绍清晰法 在飞云向混合物中 当彼此间的密度差异较大 这时我们就可以利用密度不同进行分离 画面上可以看到固体A的密度较大 会快速且紧密地沉降 当固体A沉降到液体底部 不再悬浮于溶液中时 就可以小心地将液体B清倒出来 并将固体A留置在容器内 使液体B与固体A得以简变的分离 这种分离方法就是清晰 使生活中实验室中常用来分离固液体的简变方法 像是生活中洗米时会利用清晰法将洗米水倒掉 或是当我们去医院抽血后 利用离心机将红血球与血浆分离 也是运用这样的方法 早上起床 来一杯热咖啡最提神了 当我们泡咖啡时 会把咖啡粉放在滤脂上冲下热水 颗粒较大的咖啡渣会留在滤脂上 只有液体会被滤出 让我们在喝咖啡时 不会喝到满口咖啡渣 这种利用混合物颗粒大小的性质差异 达到分离混合物的效果 我们称为过滤法 另外 在进行过滤法实验时 要将折好的滤脂撕去一角 目的是使滤脂能与漏斗紧密接触 易于过滤 此外 溶液要沿玻璃棒缓缓倾入漏斗中 是利用附着力使滤液顺着玻璃棒流入漏斗 不致溢出 过滤时 漏斗紧下端要与烧杯内壁接触 以利用水与烧杯内壁的附着力 使过滤的速率加快 且避免绿叶溅起 不知道大家有去过台南的井仔角瓦盘盐田吗 一落落的盐田 在夕阳下闪闪发光 是很多网美地拍摄的景点之一 而这个盐田 就是利用太阳能蒸发卤水中的水分 以取得盐结晶的设施 在台湾又称为盐滩 由于盐田是仰赖太阳能运作 所以通常都设立在南部 有明显干净的地区 以避免日晒不足 或中途遭到雨水的破坏 一般来说 结晶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刚刚提到的盐田蒸发结晶 当含有石岩的海水 曝晒在太阳底下 水分蒸发 溶剂会渐渐减少 使水溶液的溶解量下降 导致石岩结晶吸出 另一种结晶方式 就是利用溶值溶解度 对温度变化的差异 使晶体吸出 进而得到纯物质 以图中为例 将温度T1的饱和石岩水 等确至T2 石岩在水中的溶解度 会从W1降至W2 这时我们就会观察到 烧杯中有石岩结晶吸出 另外 在18、19世纪 欧洲有一种天气瓶 可用来预测天气 就是在密闭的玻璃容器中 装入含有蟑瑙、水、乙醇、硝酸钾 和氯化氨等数种化学物质 组成的透明溶液 根据外界每天温度天气的不同 瓶内会展现出不同形态的结晶 进而预报天气的变化 而变化主要是借由蟑瑙在溶剂中的溶解度 因随温度变化的差异而出现不同的结晶形态 台湾金门 最有名的不外乎就是金门高粱了 这种透明无色的酒 酒精浓度可以高达58% 除了高粱、威士忌、福特加等酒精含量40%以上的酒 我们称它们为蒸馏酒 蒸馏酒是利用穀物、水果或蔬菜 经酒精发酵后的原料 以蒸馏方式所制造出的酒 蒸馏过程中会分离酒和水 以提高酒精浓度 那什么是蒸馏法呢? 蒸馏是利用物质废点不同的差异 将液体经过加热得到充分的热能 此时废点低的液体会先气化 然后蒸汽再经由冷凝管冷却 又重新凝结成为液体 而达到分离收集的目的 接下来谈萃取法 萃取是利用同一物质在两种不互溶溶剂中溶解度的差异 达到分离的目的 举例来说 若想将物质从溶剂A中萃取 必须使用合适的溶剂B 萃取法过程中 第一步是挑选与溶剂A不互溶的溶剂B 再将两种液体充分的接触 从而使物质从溶剂A转移到溶剂B中以进行分离 最后 还有一种分离混合物的方式 叫做色层分析法 是利用不同物质对滤脂纤维 固定向与溶剂流动向间的吸引力差异来分离 选取适当溶剂 当物质A跟滤脂纤维间吸引力较大 物质A就会跑得比较慢 而当物质B跟流动向间吸引力比较大 物质B就会被流动向带着跑 我们可以借由这种方式 分离原先一开始混合在一起的AB 色层分析 有许多不同的应用方式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脖层层吸法 在实验室中将混合物 通常是色素 点在脖层层吸片上 TLC片末端 进入适当的流动向液体 使液体带动混合物在TLC片上移动 利用混合物中各成分物质的吸引力差异 使各成分分离 刚刚听了这么多分离的方法 我们现在就来练习看看 下列混合物 以及其可选用分离方法的配对 何者正确 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刚刚学到的所有混合物分离的方法 清晰法是利用物质密度不同来分离 过滤法则是利用颗粒大小 结晶法是固态晶体从溶液中形成的过程 进而分离固态晶体跟溶液 升溜法利用沸点高低来分离物质 而萃取法则利用溶解度的差异 最后的色层分析法则是不同物质对氯脂纤维 固定向与溶剂流动向间的吸引力差异来分离 这样你学会了吗? 同一包咖啡豆 因为不同人 手冲出来的咖啡味道会有所差异 手冲咖啡除了前面说的过滤的原理外 还有透过水把咖啡豆的香气跟味道萃取出来 请大家想想看 决定手冲咖啡不苦涩且香醇顺口的关键是什么? 组手冲咖啡豆的感觉 震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